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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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并且展开全文为何古代中国人说这些话 听起来都好像给人一种达非所问的感觉 追其原因还是跟我国古代的国家性质分不开 我国上下五千年虽然历史悠久 但说白的还是一个农耕大国 因为在古代我国地广人稀自己自足 人们一亩三分地生活习惯 根本不需要再去外面抢夺和侵略 反而是相反设法来自保 例如修建时长进2000年的长城 长城的作用 除了是在战时放狼烟传递信息之外 主要作用还是抵御外敌入侵 有人说 古中国历史上发生了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战役 根本谈不上和平大国 虽然这样说不假 但是可以肯定一点 就是在古代绝大多数的战争中 参战双方肯定会事先挑起一个貌似合理的战争理由 然后再将战争主义自上而下传达到全国 我们是为了正义为了保家卫国才不得不进行战斗 绝不是为夺取别国的资源才战斗 这好比宋江的旗帜替天行道一样 例如周武王伐咒 在战前动员时 就先给将领们举例咒王的一项项罪状 在牧师中讲道 以暴虐于百姓 以奸鬼于商国 奸与发为共行天之法 大义就是商周王残害百姓作乱于商议 今天伐咒使顺应天命 替天行道的战 争传统后来也被日本掌握了 例如在甲午战争中 日本居然是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帜 真是可笑 不打第一枪和不当出头鸟的战争传统 加上从甲午战争后 我们胜少败多的战争状况 很可能让许多外国人觉得 中国好像自古至今没有一次在对外战争中很体面的胜利过 可能也是因此 这位外国有人才会发问 为何古代中国人在打仗时表现很业余 或者说不擅长 对于古代中国人在打仗时表现很业余 或者说不擅长这个问题 中外网友会何回答呢 节选部分内容 一 这个问题用中立的方式回答 就取决于你们怎么定义他们的战斗结果 例如秦王赢政大一统后 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 就把江土面积扩大到了数倍 之后到了汉朝江土又得到扩大 战争的结果可以说非常成功 并且被打败王朝都成为自己的一部分 二 他们战争过程大部分都很精彩 但 这些战争大部分都归结于内部斗争 古中国经历众多朝代更迭 即使这样他们的战斗技术丝毫没有退步 反而还诞生了很多兵书和兵法著作 发明了很多稀奇古怪但能制胜的武器 三 他们不但善于作战 而且还能从战斗中吸取教训或经验 并制作成兵法书 例如著名的孙子兵法 四 他们跟我们的情况不一样 可以说 根本不能相为一谈 因为数千年的中华文化 让这里的人不会发动很大规模的对外扩张或侵略 更多的是在平定内部 五 若在相同的年代里 欧洲或者其他地方的国家 或王朝相挑衅古代中国 那无异于是自取灭亡 除了外国有人的重肯的回答外 中国网友的这段经文回答更是十分解气 虽然表面上看似古代中国人 在战斗这一方面有些不擅长 但你只看其表不知其理 早在两千多年前 古中国就把疆域扩大到了一个极限范围 可以这么给你说 当欧洲 人还在拿着木头后 棍子去争夺地盘的时候 古中国已经完成了统一大业 并已经不知道领先你们的文明多少倍 虽然这位中国网友霸气回对非常解气 但也说明一个事情 古代中国在农耕时代 通过自己的努力 已经把领地的面积扩大到了 让别国望尘莫及一个峰值 而对范围之外的领地 我们可取可不取 或者说已失去兴趣 如果不是大大小小的战争 换来这数大的疆域 难道是别人拱手相让的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